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要遵守中国人的规矩 尊重民族传统习俗 所有不高兴 不愿意的 请自行离开 不待见 估计绝大多数网友 都会有类似的认知 但是对于为何要举行日式婚礼 爱若林也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那就是自己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 这些还不少半途入籍 而是一生下来就是英国人 说自己不是中国人很光荣吗 问他 他的父母祖辈是哪国人 一个原来的中国人 入了外籍我们管不着 但是在中国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那就不行 必须要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像这种在婚礼上穿日本和服 就至少是违背了公共道德的 必须要受到处罚 什么样的婚礼是个人权利 但是有种东西叫社会禁忌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或者作为一个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 我不应该碰触中国的社会禁忌 这个女孩碰触了中国的社会禁忌 这和她是中国人 还是英国人没关系 此外上海作为中国的领头洋城市 不仅仅是光光白白占据国家资源 也要有大城市的担当 这种人能不能不给方便之门 麦若林的行为真是不知廉耻 不知好歹 没有教养 没有素质 这种无选择 无原则的生活方式或所谓的自由 是极其危险危险和恶劣的这些 就是从小在国外上学的那帮留学生 这样的人 你指望他和他的家庭能为国家做到守护 他们别回头欺负我们就不错了 这种日式婚礼要是发生在韩国 不知道会不会允许 个人觉得不要对这种习俗有任何忍让 这种漂亮小丑 不要让所谓的自由而带坏社会风气 和民族之间的血海深仇 你是英国人 你可以去英国自由 别带坏中国青少年麦若林 既然是英国人呢 那就回你的英国 去办你的日式婚礼 不要在中国的国土上办 用着国内的钱还不想遵守国内的风土人情 平白污人眼睛 而且说实话 一个英国做带货的主播 既然有这么高的自我优越感 也不知道是与生俱来的 还是觉得当个老外 就能真的为所欲为 既然是英国人 爱披麻披麻 爱带笑带笑 别在中国办 更不要发出来给人看 又要给人看又不想别人说 想的咋那么美呢 不知道麦若林的网红之路 是不是就此要终止了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